我们再来关注英国脱欧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 与最大反对党工党代表7号 继续磋商脱欧的妥协版方案 而有英国媒体6号也爆料说 双方在磋商之前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和内阁大臣贾舍 并且逆谈了二次公投事宜 英国每日电讯报 援引政府人士的话报道称 特雷沙梅与内阁成员 磋商的二次公投 贾舍共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有协议脱欧 无协议脱欧和不脱欧 按照不愿透露姓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二次公投的前提是 保守党与工党磋商失败 并且议会执意要求 政府无力阻拦 其实特雷沙梅的一贯立场 是反对二次公投 她先前曾表示 如果保守党与工党的磋商失败 议会将投票决定下一步选项 但选项的具体内容尚未确定 而每日电讯报 援引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 约翰·麦克唐奈的话报道说 就现有的情况看 不论最终达成何种脱欧协议 都需要以公投方式加以确认 特雷沙梅政府 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 迄今三次遭英国议会下院否决 脱欧日期 从原来的今年3月29号 延迟到最晚今年10月31号 过去几周来 保守党与工党的谈判代表 已举行过多次会晤 以期打破脱欧僵局 但据说进展不大 不论最终达成的脱欧协议